而马拉西亚分会四所慈激幼儿园举办了联合的毕业典礼 今年是由毕业生来演绎父母恩众南报经 感动了台下的师长们 也让父母们深刻地感受到孩子们是真的长大了 这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 家长们欢喜来参加 毕业学生穿上毕业服展现他们长大的一面 也演绎父母恩众南报经 在角色中有机会体验父母的辛劳 也证明自己真的懂事了 马拉西亚分会四所慈激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 今年已经是第十五届 行孝 行善一直是主轴 刻意安排孩子为父母洗脚 也传达心中的感恩 我觉得很好 真的是很好 因为有时候我们大人 我们也是有父母 偶尔我们也会忘记回去行销 所以有时候他回来跟我唱这首歌 所以我在想 我也是需要一直回去看我的爸爸妈妈 不忘父母恩 这是老师要给学生一辈子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踏上另一个学习旅程最好的祝福 大人新闻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